南加玉山科技協会 与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科技组 将于12月16号举办青年创业论坛 邀请到青年创业家吴哲明 分享年轻人的创业心路历程 以及探讨随身远距离 无线充电器的未来发展 台湾留学生吴哲明毕业于南加大 取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 他在2013年创立的初创公司Bezel 在全球最大群众募资平台 Kickstarter上 短时间内便获得13万美元的预购额 并成功将理论设计 转换成真实产品提供给消费者 还在短短一年内 收到种子资金130万美元 用于开发远距离充电技术 我们是因为在Kickstarter一上去了之后 然后拿到投资 我们第一年就推出我们的产品 而且有成功地 把这些产品交给消费者 交到他们的手中 我们第二年又推出第二个产品 以这样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团队15个人 其实那个速度已经跟 还有那个效率已经是 不亚于一般的大科技公司 吴泽民的初创公司发展迅速 同时他也得到多方面的肯定和支持 吴泽民的公司非常有特色 因为它的行销跟品牌是在美国 那它的生产跟设计研发是在台湾 所以充分地结合台湾跟美国的优势 最重要来介绍它是因为我看到它 这个发展的这个心路历程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能够透过美国一个Kickstarter平台 还有USC这个Garage Startup的program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多创业的年轻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平台 那么它能够 当然它的这个产品 是获得这两个机关的赞许 所以能够很快地就到这个来发展 无线充电奥秘与未来发展演讲 将于12月16号晚上7点 在蒙特利公园市海皇翠亨村大酒楼举行 届时吴泽民将分享成功创业的经验 以及随身远距离无线充电的奥秘 请不吝点赞订阅